认识INT函数。这个函数很简单,非常简单,来看一下,等于INT,它告诉你,传回就送出来,无条件舍去后的整数,就是整数的函数,只要小数点全部去掉哦,接下来按左刮弧,它告诉你,我只接受number,我只接受数字,那其实,我们现在点这个,这个不是数字,这个叫什么,参照哦,不过参照里面还是数字,所以有时候语法,光看这样其实还不太够啦, 比较详细要点哪一个,变成蓝色,点起来,去开help,它就告诉你,诶,可以给我number呢,这语法到底没有特别说明,不过它这边有跟你讲,可以给我参照,可以给我数字,那如果8.9会变成什么,8,如果-8.9呢,就变成-9哦,这个很简单,这个来,那打完以后呢,按enter,当然点完这个,按两下就搞定了,这函数实在太简单了,来,接下来我们看四捨五入,那这边也顺便看一下,四捨五入,我们看一下, 呃,老师,四捨五入,四捨五入是哪一个,在公式标签这边跟,这边有各类别函数,我很少从这里查呢,当然如果说你朋友,老师我有一个文字的需求函数,那就鼻子摸着吧,跟文字相关的函数都在这里,没有别的了,它有提供的功能就在这里,那跟逻辑相关就在这里,哦,就这几个,跟财务相关的,跟日期啊,时间啊,你就在这里找, 啊,参照,啊,跟三角函数,统计的,统计的工程的cube,这有些我也搞不清楚,这完全没有去碰过,哦,那领域我完全不懂,啊来,那我们看四捨五入,老师,四捨五入在哪里,不知道耶,问他,问他,点这里,就在这里打吧,那,点插入函数,我觉得这地方很重要,重点在这两个字叫做,放大一点吧,叫哪两个字,简短, 你不可以打得露露等哦,你打得很仔细,他一定都说找没有,因为打得很仔细,他就所有字帮你做比对,啊来,我就打 四捨五入,那他告诉我,哎,这些都跟四捨五入相关的呢,按方向键,他会一个一个告诉你,哦,方向键往下,说明在这里,对不对,那这个标准当然是run的啦,run的呢,接下来,再看一下,run的中文说明,你给我一个数字,我帮你, 帮你把它做四捨五入,那语法呢,要给我两个哦,一个是number,一个是number digits,什么意思,几位,digit就是数位,你要给我几位数的意思,那如果你还是不清楚,点这里,函数说明,又是开help了,这里,哦,来看这个翻例哦,a1那一格是23.7825,我要做四捨五入,run的,r-o-u-n-d,那a1这一格,我这边打2,2什么意思,小数字, 小数点第二位,那25就去掉,所以剩23.78,那下面还有其他的哦,说明,哦,再告诉你,这个,如果大一零小一零,那看我,看完这个头针有点晕耶,你看哦,这是626.3,还有负的耶,如果这个函数带出来,负就变1000,我们平常这是小数点一位,小数点两位,还有负3耶,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用这个,我还真不知道,这样626.3,然后,如果小数点取负3位的话,就变成1000,它就是1000的倍数,也许在某个场合用到,你看懂吗,所以这些细节,你有印象就好了,不用去特别记,背不起来啦,我只想告诉你,其实后来我们如果要查详细,一定会打哪里,这个, 这个,或者在这里打,来,run的咯,ROUND,对不对,那这个是INT,是整数,来开始了,等于ROUND,这里,请帮我把它做事实无录哦,对不对,还没完咯,你这样他告诉你逾法错误哦,嗯,那怎么只给我一个不够啦,因为他说要给我两个,这个数是要给我几位数,我要取整数,A3,这个,sorry,删掉一下,A3要取, 整数就是0,对呀,那点这里,所以45入,这个就变成1,45入就变成什么,4,那这变成5,那这变成-73,来,各位试一下INT跟run的整数跟45入